华尔街日报在周三的报道中披露 美国财长耶伦上周在通电话时 曾讨论了对俄罗斯出口石油限价的问题 这是首次有迹象显示 美国试图游说中国加入该项计划 耶伦对华尔街日报表示 他和中方将继续讨论这一设想 他们及中方听取了我们的意见 并准备继续讨论 耶伦目前正在日本访问 这是他亚洲之行的首战 之后他将前往印尼巴厘岛出席G20国家财长会议 期间将会晤印度财长 报道指中国和印度是耶伦推进对俄出口石油限价设想的两个重要目标 因为他们都从俄罗斯进口大量石油 且并未加入西方对俄制裁 耶伦称他更愿见到进口俄罗斯石油的各国设立与限价相符的国内措施 但无论如何各国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俄油限价 即便各国不主动限价 这一制裁也将适用于他们必须要打交道的西方银行和保险公司 因此他们最终也将受到影响 不过耶伦强调 这不是在伤害进口俄罗斯石油的国家 而是在帮助他们 根据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设想 装载俄罗斯石油驶向全球各地的邮轮只能由美国、英国和欧盟的机构 在现价不一定能达到这个水平 当前国际油价约为96美元 而俄罗斯石油已经比这更便宜了